今天国庆假期基本上结束了 大家普遍反映今年的旅游人数没有往年多 前两年国庆基本上民宿都是满房 但是今年大家平均的入住率可能只有6-7% 一方面可能真的是因为全国一亿人都去了 重庆杭州成都这种新一间城市 更重要的是老百姓都里确实是没钱了 大家现在消费的话更加的精打细算 不过像大理双廊这种高端的孩子民宿 就是2000家3000家一晚上的 依然入住率也还不错 所以这说明了什么呢 很多网上的消息说上海现在很萧条 其实又何止是上海呢 苏州也不咋地 听说很多城市过了春节之后都是不文不活 对于我们微观的创业者来讲 还是要相信未来 不然你还有什么选择呢 全力以赴的去干去拼 去把过去三年失去的全部补回来 加油吧兄弟们 今年的情况却彻底变了 上海的招聘信息也越来越少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 主要和两个原因有关系 产业链转移是最主要的原因 在老美脱钩锻炼的影响下 很多外企为了降低风险 不是选择将企业搬离中国大陆 就是取消了给中国企业的订单 这就造成很多企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 这个问题短期内很难靠内循环解决 所以减少用工数量就成了老板的必然选择 技术升级也让很多人丢了饭碗 在疫情期间缺工人的时候 很多广东工厂都投资了机器人设备 现在虽然工人回来了 但是机器人却已经抢走了他们的饭碗 在人工智能技术崛起之后 简单的文案创作和插画设计 都可以交给AI来完成 上海原本从事这些行业的小工作室 或者是小外包企业都没有了业务 所以招聘需求自然也就降低了 那么你觉得打工人该怎样应对这波失业潮呢 10月5号假期没结束 现在已经凉凉了 街上没人凉凉 这边也凉凉 店里没人凉凉 我的火呢 你看前期凉凉 省衣凉凉 假期没结束 大街上没有人 屋里没有人 老板的心也凉了呀 随便你老板们家人们怎么办 难道这都结束了吗 都不眼了吗 都在家里面没出来吗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只说实话的频道 在影片的结尾还会有总结 喜欢我们的朋友请不要忘记订阅 真的时候节后蛋急需啊 现在就是4号5号了 我进过后那么多天市场上还是没什么人 蛋口老板们开工你看空闹闹的 我们也不知道卖什么 不知道卖啥货啊 啥货都不好卖 举举这个 这边更加空 都没有人拿货 太阳又大 早点便宜的梨嘛 早点三斤早点四斤卖一下 太贵的不敢搞啊 成本太高了 哇 这个太阳太猛了 早日这段时间西瓜翻天了 萌萌的上升 西瓜都不敢拿货啊 太贵了 拿点黑美元之类的西瓜吧 西瓜都卖不了 实在太贵太贵 拿货价超出我们的卖货家 这边的蛋口有没有开工老板 都没有都不知道怎么搞啊 这边也没什么人 都不知道人跑哪里去了 太少人了啊 结后蛋山去 真的是传下来都是没错了 搞块西瓜吃 要离子便宜离啊 干就完了 满满一大车 结后要大车干哈 市场上还是没人啊 刚才回来的路上啊 碰到呢我一个开饭馆的朋友 然后呢就跟他呢闲聊了几句 得知呢最近呀 就是这些开实体店的啊 特别是这些开餐饮的这些老板呀 真的是不好过 别看啊 现在已经进入了十月份 这个天气转凉了 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这些人的胃口呀 没有起来 人说天热的时候没胃口 但是现在天凉了也没什么胃口 特别是这种小的餐馆啊 一到节假日啊 就是没什么就是客流 因为一到这个过期过节嘛啊 大家聚会呢都去大饭馆了 这种小的饭馆呀 真的是就是没有人 很多老板呢都是在店里呢 就是光守着店 然后呢他跟我说完之后 他说你不信 你可以去我那看看呀 然后呢 我真的当时还觉得说不可思议啊 我觉得现在过节嘛 大家都在家休息 肯定就是上班赶快去吃吃饭呀 但是呢真的是跟他说的一样 下面呢我就带朋友们呢 一起跟进我的镜头呢 去看一看 是不是像我这个朋友说的这个样子 看看这一家 刚开业就关了 多难呀 现在餐饮业真的不好干 这是一家面馆 这种美容美发的 也关门了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中国的国庆长假期吸引了大量的人流 政府预计长假期将再度繁荣 但民众的消费意愿却偏向谨慎 一些人指出 这是中国疫情后的首个国庆假期 由于长时间的封闭 人们都希望出门放松 即使不消费也选择深度游 今年中国的国庆假期达到8天 被誉为超级国庆 各大旅游景区人山人海 有网友描述 国庆期间去爬长城一点也不累 因为每三分钟只能前进两步 原因就是长城上人太多 中国的经济持续走低 失业率上升 房地产泡沫对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 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扩大内需 来推动经济增长 外界关注 是否国庆长假能带来市场期待的复苏 上海市民王先生表示 经济肯定会受到一些帮助 无论多少 但消费水平并不高 以前的旅游消费相对比较大 而现在都是小规模的 每天大概只花一两百元 就这样消费 在网友上传的视频中 可以看到上海南京路上人头传动 上海市民王先生继续说道 上海是全中国最大和最繁华的城市 在一起前人们的消费水平很高 喜欢去旅游 住四星级五星级的酒店 一般假期不太喜欢住农家乐或者民宿 现在则尽量避免四星级五星级 尽可能住便宜的地方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统计显示 假期的前三天 国内旅游人次达到3.95亿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5.8% 收入3422.4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25.3% 在美国的经济学者李恒金表示 你怎么能和2022年进行比较 那时候大家都被封锁在家里做核酸检测 甚至被送到隔离点 送到方舱医院 你怎么比较这个出行呢? 所以别忽悠人 你以为我们都忘记了吗? 在经历了三年的全球疫情冲击之后 民众对于未来的经济预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恐惧 他们担忧自己的经济来源会受到影响 甚至怀疑是否还会遭遇其他的疫情导致城市再次宵禁 因此他们更倾向于积累储蓄以备不时之需 而不是进行大规模的消费 上海的居民王先生 表达了他对于未来消费趋势的看法 我们的消费行为取决于未来的发展方向 只有确信未来有所保障 才敢大胆使用资金 大部分年轻人在购买房产或汽车时 都面临着贷款的压力 如果在国庆节后发生裁员事件 那么我们将面临巨大的压力 对未来的预期也变得极为悲观 这就是我们不敢消费的原因 在重庆 四名李女士向记者反映了当地的情况 尽管重庆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但由于很多商铺都已经关闭 游客们往往只是观光游览 而没有实际消费 李女士进一步详述 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失业 没有工作可做 许多店铺也关门不营业了 听说有些机构甚至无法支付工资 重庆也有类似的情况 沙平坝区离我家很近 仅在过去的两个月内 我就看到有两个人跳楼自杀 他们似乎是从东莞返回重庆的 肯定是因为没有工作才返回重庆 其中一位女性最后选择了结束 自己的生命经济学家李恒青 也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表达了她的看法 经济的寒冬已经来临 这是所有人都已经知道的事实 下一个季度的经济形势将比现在更糟 明年的经济状况也将比今年更为严峻 因此 人们对于自身的收入并没有太大的期待 甚至都不知道明年是否还能找到工作 或者是否会面临减薪的情况 现在 甚至连许多的公务员都面临着减薪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怎么可能对未来充满信心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